好 那這個題目的話呢 是要以這個親感在地面的接觸點為參考點 然後要問你這個牆面施與親感 它的力矩量值是多少 就以這個地方做參考點對不對 然後問你說那請問喔 這個時候我強力給這個親感 它的這個力矩的量值能多少 好 突然間想一下 如果今天你以這個地方做參考點 所以這個地面跟親感之間的錯誤力 它產生的力矩就是零了 就不用考慮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考慮什麼就好 所以只有一個什麼 只有等於說一個是重力產生的 很明顯就是順時針力矩對不對 然後另外就是什麼 就強力給它的什麼 逆時針力矩 那既然它靜止不動嘛 表示重力產生的順時針力矩 跟我這個什麼 強力產生這個逆時針力矩 剛好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對不對 一個是順的話一個就是逆時針 OK喔 好 那題目裡面現在 這個地方是光滑的面 讓我們曉得 光滑的面對這個親感 它的作用力只有什麼力 只有正向力對不對 好 那可以想一下喔 所以如果今天它要算這個地方的話 好 那你可以怎麼做 這樣喔 我們先用這個想法 就是令地面為之點的話 理論上重力產生的力矩 再加上我們這個什麼 強面恩產生的力矩 這兩個相加就要等於多少 就要等於零啊對不對 它現在不是一個轉動平衡嗎 表示今天你有多少的順時針力矩 就會有多少逆時針力矩 那按照我們的定義 順時針的 我們一律定為什麼 定為負對不對 逆時針的就定為什麼 定為正 所以一個如果負多少 一個另外就要這個正多少 兩個剛好就自平消的 OK喔 好 那這樣一來有什麼好處知道嗎 因為如果今天你要算它的力矩的話 你要先知道這個恩等於多少 對不對 那不然這樣嘛 我現在恩不曉得沒關係啊 我直接來算重力造成力矩可不可以 可以啊 因為這兩個的力矩 剛好是不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那我現在問量值的話呢 我是不是只要算出 重力的量值是多少 這個力矩量值是多少 我就可以照這個量值了嗎 因為兩個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喔 量值要相等 好 那我就直接這樣想 就直接把 算出這個重力的什麼 它的量值 力矩的量值 好 那我們看喔 重力是什麼 用力乘以力B 對不對 好 那又來了喔 什麼叫力B 力的作用線 到支點的什麼 垂直距離 這來是我們要的力B 所以我現在要算這個重力造成力矩 我就只要用它的力乘上 好 那這邊有多少 好 那這個地方你看喔 你看這個三角形來講 這個地方是c 對不對 這個斜邊叫做什麼 叫做三分之二l 這個沒有問題喔 所以這邊就是我們的三分之二l 的什麼 零邊叫做cosc 可以嗎 我就把它寫了 三分之二l的cosc 這樣 好 所以把它整理一下 就是三分之二的 wl 然後cosc 那對於我們重力來說 這是一個什麼 順時針方向 對不對 所以如果順的有這麼多 那表示以力的來說 它的力矩的大小 跟它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相等 所以這實際上就是我們的答案了 好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利用重力 來算那個牆面它的力矩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個答案就要選D 對於